海边捕捉到的十个最可怕生物 美人鱼早就被我们捕捉 第一名竟是人体实验变异产物 科学家直呼不可能 一直以来 海滩都以其美丽和放松而闻名 但在看似平静的海平面之下 往往隐藏住许多意想不到的秘密 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惊喜 今天大郎就跟大家一起看看 海滩上捕捉到的十大最可怕生物 探索下大海最触不可及的秘密 第十名美人鱼尸体 美人鱼这种生物一直活在影视中 在童话世界杜写的东西 形象也是非常的唯美动人 从来没有人看过真的美人鱼 但这天 有人在某处沙滩上发现了一具尸体 跟我们所知的美人鱼样子差不多 有著半人半鱼的样子 长发和鱼尾 但是 它和我们所看到的唯美动人的形象 完全不符 犹如一块木炭一样 非常可怕 然而如果这个视频是真实的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 这个生物似乎有奇 看起来像一条脆弱的鱼 在阳光下 但不幸的是 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 国家或海滩的讯息 正如你可能知道的 超过95%的海洋 仍未被探索 因此我们不知道 海底可能隐藏住什么 这可能是一具 真正冲上海滩的美人鱼吗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据说曾经在90年代的时候 有位渔民在捕鱼时 在附近的礁石发现一个活生生的美人鱼 据渔民描述 这条美人鱼非常美丽 上身人的模样 下身鱼尾在口中发出奇怪的声音 渔民立刻联系相关部门 但是在等它们赶到后 人鱼不见了 渔民看到的是否是真的美人鱼 还未可知 第九名 蒙托克怪物 这只巨大的海滩怪物 于2008年7月 在纽约迪奇平原海岸的海滩上被发现 从图片来看 它像是有助致命的病毒生物 有人认为 这是一种鲸鱼 它看起来绝对庞大 呈现奇怪的蓝色和紫色 虽然身体看起来 像是一只腐烂的鲸鱼 但头部却不是 它似乎有助类似人类的脸孔 带住可怕的尖锐牙齿 神秘的蒙托克怪物 这怪兽 明显与我们的世界 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这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以及我们对海洋的了解有多少 有人声称 蒙托克怪物是突变实验 因为海滩附近有一个实验室 蒙托克怪物神秘的 只在新闻中出现了很短的时间 之后再也没有被提及 第八名 毛绒怪物 这是在2017年2月22日的 菲律宾被发现的 当地居民认为 世界末日来临了 因为这个奇怪的物体 被冲上菲律宾的海滩 它似乎有一条尾巴 或是长长的触手 和管状的头发或毛皮 这个物体约长6米 它比三个成年人还大 这个庞然大物毛绒怪 进一步的检查发现 它重达4000斤 如此巨大的海洋生物 让每个人都认为 它是一只鲸鱼 但它并不完全符合这个描述 这个生物有助神秘的 像毛发一样的细丝 环绕在它的身体周围 根据国家地理的研究人员研究 这些细丝是由分解的肌肉纤维组成的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这不是第一次发现一只巨大的 有毛发的物体冲上岸 一年前 另一只长15公尺的动物 被误认为是物体 而在2003年 智利也发现了一只类似的 重13吨的物体 你认为这些是什么 生物 第七位 五眼生物 它是被飓风哈维 袭击德克萨斯后 冲上海滩的 这个五眼生物有尖牙 虽然它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大的 但肯定是最恐怖的之一 有人在德州城的海滩散步时 发现了这个腐烂的怪物 并在网络上发布了照片 寻求帮助来确认它的身份 它看起来像一只没有眼镜 但有恶魔牙齿的海豚 一位蛮鱼专家站出来声称 这个生物可能是一条尖牙蛇扇 是因为在德州附近 有尖牙蛇扇生活 它们也有助尖牙 该专家声称 由于哈维飓风造成的强风和洪水 这个生物很可能被推出其自然栖息地 并被抛下海滩 这种生物通常生活在大西洋 深约91公尺的地方 所以它出现在海滩上 说明了风的强大 至于这个令人恐惧的怪物的命运 它被留在海滩上 由大自然处理 希望不会再有这样的尖牙生物 冲上它们不该出现的地方 第六名 犀牛棱皮龟 这是在海滩上发现的巨大海洋生物 一开始看起来像一只没有壳的乌龟 起初有人说这是虚构的 从旁观者好奇地看住这个生物的方式 来判断 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 这个影片是真实的 后来经过研究人员的仔细研究 发现 海滩上巨大的海龟 是一只犀牛棱皮龟 它们可以比普通巨大鹿龟长五倍 这些龟非常罕见 而且濒临灭绝 最近它们一直在繁殖 孵出它们的蛋 而且选择了繁忙的海滩 数百年来 它们一直不会上岸 但突然间它们的行为完全改变 这让研究人员非常担心 这些龟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物种 而这样做 由于气候变化 许多物种都展现了奇怪的筑巢模式 犀牛棱皮龟也不例外 第五名 海滩章鱼 这是在2022年5月 在澳洲雪梨的海滩上 出现了一种巨大的章鱼类生物 这个巨大的生物 由于其颜色 质地和中心的一个巨大洞口 而显得相当可疑 并且有许多奇怪的触手 当发现这个生物时 当局疏散了大部分海滩 并派遣穿着特殊服装的科学家 研究这个奇怪的生物 没有人知道这个生物来自哪里 或者什么 它看起来像是一只 被冲上海滩的巨大章鱼 或乌贼 甚至可能是来自地狱深处的某种动物 许多网友争论这个生物是什么 以及它是否真实存在 但不用担心 后来揭示出 这只是怪奇物语 电视节目的一次行销噱头 但是 如果你不知道 这只是电视节目的噱头 想象一下 走到当地海滩上 看到这个场景你 肯定会感到非常害怕 第四名 连体双精 顾名思义 就是它有两个头 共用一个身体 这是在2015年 一名老师 在土耳其的太基尔海滩发现的 位于伊兹密尔市附近 虽然鲸鱼搁浅并不罕见 但当这只鲸鱼搁浅时 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它看到两个头时 它感到震惊 这只两头鲸鱼 被认为是一岁左右的小牛犊 长不到一米 虽然它有两个头 但身体却过度 成了一个尾巴 不仅如此 其中一个头的眼睛几乎闭住 一个喷孔也是如此 这只两头鲸鱼 患有一种极为罕见的病症 成为多头病 这种病症也会在人类和其他动物身上出现 导致有两个头 就像连体双胞胎的过程一样 没想到鲸鱼也可以发生同样的情况 这也成为唯一记录下来的 连体经的目击事件之一 第三位 蝴蝶般生物 它是一种体型娇小 全身蓝色的生物 宛如海洋中的蓝色小精灵 令人为之倾倒 然而 美丽的外表掩盖了其中的致命危险 这个神秘的生物称为海阔鱼 是海洋中一种特殊的软体动物 属于罗类 海阔鱼的头部拥有两对突出的触角 形似兔尔 它们生活在浅海环境中 其背壳以退化为内壳 背部覆盖住透明薄膜 呈白色并具有珍珠光泽 曾经 一名小男孩在海滩玩耍时 将它捕捉去 随后 男孩觉得自己的手被狠狠地刺了下 迅速手掌肿胀起来 于是男孩立刻跑到附近医院治疗 这是因为海阔鱼的尾部有刺 能够迅速刺入掠食者 释放出剧毒 一旦被刺中 人们会感到恶心呕吐 甚至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如节肢或生命危险 海阔鱼是肉食性动物 主要以枪肠动物为食 它们会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 它凭借住傲娇的摆动住渺小的尾巴 来诱补敌人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 袭击猎物的要害 将其吞食 第二名 海滩水母 它看起来像科幻电影中的可怕生物 它非常庞大 这个奇怪的红色果冻 被发现在新西兰的奥克兰 以北88公里的佩基里海滩上 发现的是一家人在海滩上闲逛时 首次看见它 这个果冻似乎在呼吸或移动 根据发现它的家庭所说 这是它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 它看起来有点像冒泡的火山 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这个家庭那天在海滩上发现的东西 被称为失踪水母 这是因为它的身体下面 有一顶由极长触手组成的棕毛 每根触手分成八个小群 每个小群有多达150条触手 这些千币水母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水母 它们可以长到跟蓝鲸一样大 伸展开所有触手时 失踪水母的长度可达58米 这绝对是个巨人 至于海滩上的巨大果冻 很难说它在海洋中停留了多长时间 第一名三头抹香精 在2016年英国的一个海滩上 发现了三只巨大的死抹香精 尽管它们并不是最奇怪的现象 但肯定是其中体型最大的精类之一 这项发现引起了周围地区 人们广泛的兴趣和好奇心 据推测 这些鲸鱼是在一场巨大的海上风暴 前一晚被冲上海岸的 海上风暴可能导致它们迷失方向 最终使它们与海滩发生了不幸的碰撞 这种情况在海洋动物中并不罕见 特别是对于迷失方向 或受伤的精类来说 这奇怪的事件 吸引了周围地区的人们 纷纷前来观赏和拍摄 这些死亡的鲸鱼 人们对这些巨大生物的存在感到震惊 并对它们的体型和外观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科学家和专业人员 也来研究这些鲸鱼的死因 和其他相关资讯 以便更了解海洋生态系统 和保护这些宝贵的生物资源 这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海洋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未知的环境 对于海洋动物的生态与保护 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努力 以确保它们的生存和繁衍 同时这样的事件也提醒我们 要关注气候变迁和海洋环境的保护 以减少对海洋生物的不良影响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不知道以上这十个 海滩捕捉到最可怕的生物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